这天晚上小海绵在给派大狗讲税前故事 就问他想当牛仔吗 怎料这大粉胖子十分兴奋地说要当 小海绵多少带点懵逼 当个鸡毛的马呀 没想到派狗还急眼了 以我大狗的气质当个大马有问题吗 完全合情合理 眼看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小海绵也不想多说什么了 你他喵爱当啥当啥吧 第二天他一睁眼就听见了一阵马叫声 往外一看 派狗还真把自己变成马了 这气质拿捏得死死的 小海绵还给他起了新名字 派大马接着就骑着他上班去了 宝洁大叔看到后都得跟着去清理马粪 当马就要有当马的样子 小海绵刚拴上后就围过来一群熊孩子 连连夸赞这是什么品种的狗啊 接着就跑上去一顿抚摸 派狗还觉得挺得劲 这时老张不怀好意地走了过来 这大马看着不错呀 就是有点太肥了 然后就使劲扇了派狗一个大光 然后自己就被一绝子给蹬飞了 接着熊孩子又上去摸 谢老板当即就想到了一个骚点子 让小朋友掏钱骑大马 这样肯定能赚大钱 也不顾小海绵的反对 直接写了一个牌子 骑大马十块钱一位 立马就吸引来了一群熊孩子 小海绵则十分失落 老张还一个劲地给那逼逼 一顿煽风点火 这把小海绵彻底给整破房了 趴窗户往外一看 派大狗都弹喵泪成狗了 资本家老谢为了多赚钱 居然让四个小孩一起上 就这还觉得不够呢 又扔上去一个 派狗彻底受不了了 将所有孩子送上西天 然后挣脱绳子跑掉了 小海绵见状赶紧追了上去 老张是真切 光是嘲讽已经无法满足他了 直接当场学了起来 另一边小海绵一路追到了天涯海角 此时派狗越来越像马了 看起来还更加勇猛了 要知道你派大马这么能跑的话 当年托唐僧取经都没他白龙马什么事了 不久后他们再次来到了谢宝王 可没想到这回轮到老张当马了 真是该呀 还被迫签了河童 老谢此时又膨胀了 我这可是一体骏马 然后就嘲笑拍大马什么玩意儿 一身的肥镖啥也不是 两人谁也不服输 于是就决定来场比赛 谁先把谢宝送到黑魔湾就算赢 别看老张受不拉击的 跑起来还挺快 老谢一路领先 还故意做了假路牌 小海绵一看这指定式的圈套 然后兴奋地上套了 经过了一片海草路 但最后还是超越了老谢 接着老谢又给路上挤起了芥末将 滑溜溜的 得亏派大狗集中生智 把这一坨全吃到了嘴里 不过就是后劲太大了 随后老谢还假装交警 让小海绵限速行驶 可没想到真交警来了 说老谢冒充交警是犯法的 赶快靠边停车 最后小海绵率先找到顾客 然而谢宝却没了 原来老谢压根就没给小海绵装谢宝 真不愧是资本家呀 这事派狗不想当马了 还是感觉当个大傻叉更适合自己